专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两位参与人 两位参与人 在座各位嘉宾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是胡婉玲 那么2014年台北市长 根据各种的资料显示 这次的选举 在野阵营和执政党之间的距离 不再遥不可及 而是充满了可变性 也因此在野阵营为了胜选 调节整合胜选的力量 有其必要性 也有其充分性 那么这一次参与调节 参与整合的参选人 也就是今天出席 现场证件会的两位参选人 按照抽签的顺序 分别为各位介绍 首先介绍是 五党级高人气的柯文哲先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继续介绍是 民进党级最高民调参选人 姚文志先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今天这场证件会 也是两位参选人 交手正式交手的第三场 其实也是最关键 最压轴的一次 因为过了今天之后 将在6月12号的晚上 两位将接受一次 对比式民调 一决胜负 分出高下 也因此 今天证件会的内容 设计的是最完整 最周详的一次 这一次的证件会 大致上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深论 再来是由公民提问 那么再来是由参选人之间 彼此的交叉结问 再来才是结论 那么五位提问人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按照这个等一下要提问的这个顺序 一一位各位介绍 首先介绍是台教会罗成中教授 欢迎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继续介绍是台湾一届联盟基金会 执行长林世佳执行长 大家好 好继续介绍是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彭阳凯召集人 大家好 继续介绍是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学会 洪德仁常务理事 大家好 好 那么第五位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言人 王熙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进行证件会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申论 那么每位参选人 你们会有五分钟的时间来进行你们的申论 你们的政权方会看到有一个这个计时器 一旦你们开始发言的时候 计时器开始倒数计时 时间到时候不会再另行提醒 你们会看到它会归零 那在这个时候呢 麦克风就会关闭 好不好 好的 按照我们的抽签顺序呢 首先请柯文哲先生掌握五分钟的发言 请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 台北市民 主持人 姚委员 大家好 我在第一次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提出了开放政府全民参与的主张 也得到了市民朋友和网路乡民的热烈支持 事实上民进党中常会也开始在讨论 开放政府这个概念 最近的新闻 远雄集团的弊案越闹越大 本来人民对政府就不信任 现在则是更不信任 面对民主政治的困境 我认为必须以更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因此开放政府全民参与 这是我的信念 也是我相信是未来台湾政治必须走的方向 我曾经讲过 如果我参政 由我开始来重新定义什么是政治人物 讲实话做实事 这是新时代政治人物的标准 我就是这样的人 马英九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讲过轴线翻转 郝龙斌也提出了淡水河曼哈顿 结果只是说说而已 最近有人又提出了台北两个心臟 甚至说要把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 搬到火车站附近再重建 照看来这也是说说而已 更可怕的是还提出了新生高架桥要地下化 其实违反常识的主张 如果讲错了 认错也就算了 结果是硬拗 我认为比无知更可怕的是 使不认错的傲慢态度 因为一旦出事更难掌握 那么怎样才是好的台北市政 我的想法是这样 要有远大的愿景 然后由下而上进行民意的会诚 由小而大进行市政建设 到底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人民服务 老百姓喜欢的做给他 老百姓不喜欢的把它拿掉 因此政策之制定 必须是政府说得到做得到 更重要的是完成以后老百姓感受得到 所以台北市政的目标应当是 将台北市建设成一个可以安居乐业 适合人居住的城市 而且市民可以感受到幸福感 我将会以市民的需要陆续提出科幂新政 市政小革命全民大幸福 也就是透过一连串可实施的政策改革 来增加人民的幸福感 例如道路统一挖补 不应当让各个单位挖挖补补 造成整个台北的路面坑坑洞洞 而且在统一挖补之后 必须埋涉共同管沟 减少以后再挖马路的机会 食安 必须以政府能够管制的先处理 所以观光夜市 营养午餐 传统市场 这些优先处理的 观光夜市应当辅导 也要减少免洗餐具的使用 营养午餐必须从采购 制作到出餐 制定一定的标准 让大家可以遵循 有营养师的考核 有平静的制度 传统市场 传统市场应当改进 要做到干湿分离 垃圾不落地 整齐清洁 交易诚信 其实食安才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题目 那些在六星级饭店 进行百万生日partner 他们是不会知道 市型小民需要吃都鞭炭的问题 关于社会福利政策 在脱婴方面 政府应当谱色 评价 优质的脱婴服务 每名儿童 每月不应当超过八千元 以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 儿童 在国中小要谱色 客后的安亲班 和寒暑假班 解决上班父母的困难 老人应当善用公家的闲置空间 结合社区营造 社会企业 还有志工银行 建造一个在地养老的服务系统 脱婴儿童老人 这是市民 这是市民真正关键 也是政府应该优先做的事 总之 政府的一切作为 应当是为了增加人民的幸福 今天在现场有很多公民团体 谢谢你们平时在各个领域的默默付出 我当市长一定设立公民参与委员会 作为市政府和公民团体联络的平台 来处理开放政府 网路投票参与式预算这个概念 开放政府 全民参与 这是我的信念 也是我这次选战的主轴 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 好 我们也谢谢柯文哲先生 那么继续我们请姚文志先生深论 掌握五分钟 主持人柯医师 电视机前面的四名朋友 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公民团体的代表 今天非常高兴 是最后一次的辩论了 我觉得我提出了两阶段民调的整合 到今天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正是柯医师刚刚所提的 怎么样让民主更民主 让参与更开放 让所有的候选人 他的证件 摊开在所有人面前 事实上 柯医师刚刚提的很多 参与预算 或者是公民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过去我有机会 在高雄市 从事市政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在十多年前 都在进行 台湾的第一场网路公丁会 其实就在十多年前举行过 当然那时候网路没有那么普及 这些东西我们未来 希望都能够共同来推动 民主进步党 本来就是一直站在 这个更民主 更开放 这个实现这样的一个价值的精神里面 不过 我总是一直觉得 台北市它面对的问题 当然一个权贵的 这个富三代的参选人 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都市的梦想 都市改造的策略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毕竟台北已经 十六年 马英九好龙斌 耽误了台北的进程 台北应该要翻转 这里面当然 翻箱倒柜要查弊案 翻天覆地要大改造 翻天覆地不是毒蛇猛兽 不是天马行空 其实我们认为说 东区的繁盛 西区要跟进 要复兴 我们有基隆河淡水河 两河文化流域老祖先所留给我们的 城市的精神 老台北文化的精髓 我们要能够提倡 让它变成 几身世界国际一流的城市 我们要从地底下来看台北 比如说我们的 刚刚提到的 新增高 它其实是一个倔穿 都市水郡 我们要从淡水河看台北 我们就看到我们都市的 盎然的趣味 还有我们这么宝贵的资产 我们从山进水路 我们描绘我们的都市梦想 那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 他来带领 那事实上 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逐步要实现了 因为我们看到 国民党提出了 这个贵公子 他的权贵 他的腐败 这样的一个结构 很多的小市民都已经知道了 在这场选举 我跟柯医师 都有机会能够获胜 尤其在经过太阳花学运 更多的公民觉醒 在经过赵腾雄 叶士文这样的一个事件 大家知道 这个长期腐败的政商结构 他不晓得得了人民多少的血汗钱 他其实就在北台湾在横行 赵先生甚至在台北 还有大巨蛋的案子 我们从美和市双子星 还有台北的大巨蛋 未来都应该要彻底的清查 其实在选举的时候 连声文先生他就要经过检验 我们都有机会 让他完全曝光在 这个选民的血量的眼睛底下 事实上最近 奇怪 连先生他找我辩论 他说我可以跟他谈论政策 其实 我认为他所提的各种的政见 除了这个无知之外 还代表了权贵的挥霍 比如说这个新生高 不是不能地下化 但是地下化会把中山区 会把这个中正区开藏破度 而且要花费上兆的预算 这些 大概几百亿的预算 对不起 这些都不是我们市民可以容忍的 所以我想本来他找我辩论 大概是要见缝查真 但是后来我会仔细思考 他应该是这个夜路走多了 在吹口哨 为什么在吹口哨 我这里要举这个连先生 他其实对着大家 他来参选 他一方面请他的父亲 去中南海向习近平报告 一方面他过去的投资 他到亚洲其他城市 去这个变更 他的持股也好 或者是他的这个民意也好 他告诉大家 他要所有商业的职位都辞掉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大鲁阁新闻公司 连胜文的职位在去年加入之后 董事的职位到现在还没有辞掉 这家公司可怕在哪里 他不但是国民党的二代都在里面 他其实为了要投资整个都市计划里面的市场 公园地下街儿童游乐场 这些全都是市长 可以这个质染 或者干涉到的相关的工程 这些我们要防堵 好刚好时间到 谢谢姚文志先生 好第一阶段的声论呢 进行到这里 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邀请两位接受公民提问的考验 欢迎收看2014台北市长在野整合 最关键最压轴的政见会 我是胡婉玲 那么市长是人民公仆 要能够实践公共服务 同时对于公共一起呢 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关心 提出解决问题的想法和做法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公民提问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第二阶段的公民提问有五个题目 那么每位代表人呢 都是经由双方阵营共同同意 然后会整之后呢 抽签选中的 那么都是一时之选 那么每位提问人呢 等一下你们会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来提问 那么回答人呢 轮流依次回答是三分钟 同样的呢 我们会有这个现场的马表显示出来 但不再做另外的提醒 好不好 好的 首先呢 按照顺序 我们就请台交会罗成中教授来提问 请 主持人好 两位市长你参选的大家午安 刚好刚才两位都提到了预算 这个关键字 那其实的话呢 我们知道说预算呢 其实是一种用数字呈现的施政计划书 它不会骗人 在这个施政计划书里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知道政府要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 我们看预算就知道 那我这边带来几个数字给各位做参考 就是说 大概我们台北市一年所花掉的预算是1700亿左右 但是这个只是表面上的数字 因为它还有后面还有基金 基金的话呢 可能又是1700亿1800亿 好 那么多的钱的话呢 其实我们当了那么久的市民的话 我们就发现说 没有错 我们的整个的预算 有些地方它花 花的是 其实我们觉得说感受得到 但是呢 还有更多的预算 我们觉得说不知道去哪里的 那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说 钱要花在刀口上 我想这个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 可是呢 往往我们的政府官员呢 每次在选举的时候 都承诺了一堆证件 然后呢 建设 然后上了海里以后呢 就做了很多的一些建设 这个建设到底用不到 用不到 也不知道 所以说的话呢 我想说 我问两位一个具体的问题是说 假设你当选的话呢 你对于截流 就是怎么去 抑制预算的开支 这一个部分的话 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更具体的做法 那我举两个实际的例子来问说 你如果说各位 当市长以后 你会不会用1500万 1500的预算 搞一页的跨年晚会 或者是说呢 你会不会用8500万 去搞一个灯会 我想说 我的问题就那么简单 其他地方的话 好 正好时间到 那么按照抽筋的顺序呢 我们首先请姚文智先生 来回答这问题好吗 好 谢谢罗教授 罗教授刚好提到两个例子 一个是跨年晚会跟灯会 我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报告 台湾的灯会 创办了25年 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诟病说 这个主灯 或者是在灯会期间 浪费太多钱 尤其是主灯 每个主灯造价 1000多万 全台湾举办25年灯会 唯一一座灯会的主灯 留在现地 到现在没有浪费 还在发光发亮的 正好就是小弟 姚文智我所主办的 在2001年的高雄灯会 全台湾唯一一个 其实要不要浪费 会不会花在刀口上 其实就看主事者 他是不是有那样子 把人民的血汗钱 当作我们自己的 这个非常珍贵 非常珍惜的资源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坦白说建立再多的制度 再怎么样子来尊洁 怎么样来考核 他还是会留弊 台北市政府还编了预算 去到别的县市 去当散财同志 大家说台北市钱多不多 台北市为了要主办 世界大学运动会 编列了这个 大家以为是198亿 其实在林口村 还编了170亿 总共三四百亿 里面多荒谬呢 里面的足球场 编了18多亿 总共要举行84场的足球赛 每一个足球赛 要花两千两百万 来整理那个草地跟草皮 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过去从政的经验 包括我在治理爱河 像爱河 地方政府没有钱 我们到中央去找了 这个城乡新风帽预算 闲置空间的预算 这个环境绿美化的预算 空屋基金 各种钱 来好不容易把它凑成 我们在那样困难的情况底下 去完成市民的期待 跟都市建设 那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尊杰 怎么样钱用在刀口上的风格 未来我如果有机会 在台北市政府 过去那种挥霍大而无当 烟火式临时性的 像梦想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第一绝对杜绝 第二 但不是因为这样我们 阻挟了所有市民的参与跟创意 我们要在活动的设计 那比如说筹办世界大学运动会 他能够思考到整个都市发展的方向 他能够把预算变成是 除了举办这次活动之外 还能够带动地区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的足球 网球 篮球 我们要兴建新的场馆 那让他未来 真的是在各种运动里面 能够发光发亮 怎么样把市政府仅有的资源 创造最大的价值 这才是我们真正 比如说未来要办设计制度 也是一样 我们本身就在设计 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 钱才会作为最好的运用 好 时间刚刚好 谢谢姚文池先生 继续我们请柯文哲先生 掌握三分钟时间回答 请 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人民服务 老百姓喜欢的做给它 老百姓不喜欢的把它拿掉 我在这半年当中 在台北市所谓的城市小旅行 我去过四大商圈 五分谱市场市营业市去看过 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这些商圈 普遍都需要一些共同的建设 比方说公共厕所 比方说停车场 还有招牌路线规划 甚至一些瘫痪的管理 请问台北市政府 会比当地的里长 比当地的自治会更清楚吗 不会 我现在住在新一路 我就发现 我们的人爱路 新一路天天在挖马路 然后人行道挖的再补补的再挖 倒过来问 郝龙斌市政府做的这些是我们要的吗 所以在我刚才的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老百姓喜欢要做的 政府不会做 老百姓不喜欢的 那政府每天都塞给它 包括那种 一个晚上烧掉两亿元的烟火 也为了解决这种 老百姓喜欢的 跟政府做的之间的一个差异 我才提出参与式预算这种概念 参与式预算是这样 我们有一定的额度开放公民来提案 那在经过专家审核通过 或市民投票通过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议案 拨给各局处去执行 倒过来 各局处的预算 在送市议会之前 先上网公告 进行一个外部审核的机制 让公民团体 专家或市民来审查 找出其中是哪些是可以删的 到底是不是我们需要的 也就是说在政府的作为 跟老百姓的需要之间 我们用透过参与式预算的方式 让老百姓对预算可以提案 可以审查 可以让这个差距达到缩小 对于刚才所说的大型活动 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的想法是这样 像这些灯会 跨年晚会 如果是来当市长的话 这就是可以开放 让市民来提案 所以市民的提案 更有创新的点子 也更贴切他们的需要 甚至他可以交给民间去主办 因此开放政府 全民参与 这是我一贯的理念跟想法 也会把它落实在 如果来当市长 我会把它落实在我的市政当中 因此 关于这些预算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 开放政府 全民参与 让老百姓来参与预算的提出 与审核 减少政府的作为 跟老百姓的预期当中的差距 谢谢 谢谢 谢谢柯文哲先生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第二个提问 也就是由台湾一介联盟基金会 执行长林世佳来提问 请 主持人两位 你参选人 在 十大使因当中 癌症一直排行非常的前面 那么它浪费了非常多的医疗 跟健保的资源 而预防剩余治疗 而饮食又占了这个癌症非常大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在经历过塑化剂 甲油 这个三聚清安 还有最近最可怕的万水牛肉之后 因为大家外食的机会非常的多 从早餐 午餐晚餐 不管是食品到食物 大家都在一种不安当中 如果两位你参选人 当选的市长 你要怎么做 让所有的台北市民朋友 可以在食的部分 得到最安全的保障 好 就这样 好的 按照顺序 我们首先请柯文哲先生来回答 请掌握三分钟 食安问题 如同酒驾 像酒驾 你事后再严格的处罪 没有用 因为都已经发生了 所以事实上 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应当是往前去处理 而不是在最后 等它出事再来处理 我的想法是这样 政策要有原则 由外而内 由公而私 也就是说 从政府可以管制的地方开始做去 那就是外食 事实上台湾目前 一天有两千万人 次是在外面吃饭 我自己也是 以前在台大院上班的时候 也是每天中午在吃租租餐 因此 应该从政府可以管制的地方开始做起 比方说 观光夜市 营养午餐 传统市场 观光夜市 我常常在想说 观光夜市难道一定要脏脏乱乱的吗 事实上百货公司的地下美食街 也是很干净 所以 我们对观光夜市 应当有一个程度要去辅导他们 要让他们在出餐 准备 收拾 这些都有一定的标准来遵循 更重要的 民主餐具要减少 因为我们还是要往环保的方向去努力 国中小学的营养午餐 一样的 从采购 准备 到出餐 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标准 让大家可以遵循 我们要营养师的考核 要平静制度 要有机餐 无肉制这种概念 也还是一样 政府应当往进步的方向去前进 最后是传统市场 我去市东市场看过 也去西湖市场看过 他们就蛮干净的 所以市场应当是向上看齐 而不是向下看齐 也就是说 我希望传统的市场要做到干湿分离 垃圾不落地 包装整齐 沉浸交易 更重要的是 我认为 十一柱形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东西 我来当市长 我不会去搞什么四大运 或是那种 那种花薄 花掉140亿 我宁可把这些钱 把台北市的公有市场 硬体彻底的改造 让他们可以真正做到干净整齐 最后我们应该设立台北市自己的 食品安全微笑标章 凡是这些观光夜市 营养午餐 传统市场 有符合我们的评鉴标准 我们就给他一个标章 让台北市民也可以知道说 哪些是优良厂商 我们可以信任 甚至我们可以上网公告 让台北市民知道 去哪里去采用东西 我曾经去 曾经去看过说 有人写说 做饼是良心的事业 这什么意思 其实更重要是企业文化 我们要知道 让那些厂商有一种信用 就是追求他们企业的信用 但是也不能完全依照 厂商的信用而已 因此虽然关于食安 有中央政府的各种法律的规范 但是如果来当市长 我会相当严格的执行 因为食品安全 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业 因此这一点 我会努力的去把它执行 谢谢 好 也谢谢柯文哲先生 继续轮到姚文志先生所答 好 谢谢 其实食安跟酒驾 也有一样也有不一样 那事实上 我们发生那么多 食品安全的问题之后 立法院的修法方向 就是惩罚 其实更严重 而这也得到很多人支持 那当然能不能预防在先 有一个食品安全的观念 那大家都能够了解说 我们的食物 对我们的生活 作息 甚至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 事实上刚刚提问人所提的 癌症越来越多 那我在当立委任内 有多少的年轻的朋友 甚至到十几岁 都因为癌症 那么来陈情 我们都必须提供给他相当的协助 其实我感受深刻 甚至我自己的亲人 都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食品安全的问题 不是我们只有表面上看到的 现在一连串的 这个食品工业所造成的 这个问题 食品安全的问题 其实还在一个观念 在2005年 日本通过了这个食欲法 事实上我也参考了 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立委任内 我两度召开了 这个饮食教育法 或者是饮食欲法 食农教育法 这样的一个立法的方向的公听会 那也跟很多推动这样的 包括祖父联盟 各种受孕团体 大家共同来追求 来营造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认为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政府认证的 包括现在中央问题出了问题的 政府认证的 CAS或者GMP 是不可以出错的 政府要把关 瘦肉精 我们原来零存量 政府要严格执行到底 才能够替民众 不管你在观光夜市 或者说你在外食 你面对的食品的危机那么多 我们依赖的是什么 我们信赖的政府 能够把它做到 现在正刚中央政府做不到 我认为地方政府可以来做 诺贝尔奖也是民间的基金会 它变成全世界信赖 那如果台北市政府 觉得说中央政府做不到 我认为台北市政府可以挺身而出 台北市政府来建立一个 食品安全的认证机制 我们来推动 让全国的民众来信赖 那这样子我们会 把关的非常严格 那当然我提到的 食品的观念 在地的食材 如何保鲜 或者是说基改的食物 我们能够避免 或者它的食品 加热以后的盛装物 这些能够让很小的小朋友 大家都有相关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在有机食材 我们在小农市集 甚至我要推动 未来小朋友的营养早餐 这些都可以来帮助 食品安全的实践 好的 谢谢姚文志先生 那么继续到了这个住的问题 尤其是社会住宅 是当前的热门议题 所以接下来这个提问 我们邀请到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彭阳凯召集人来提问 请 两位好 两位的政见 都有主张说 要来推动 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顺着这个 我都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假使你们当选 从一个市长两任 八年的任期来看 你们对未来推动 社会住宅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动目标 那我这样问的是因为 马总统也跟我们说 要推动社会住宅 可是因为他没有目标 所以什么都做不出来 第二个事情是说 如果你们要达成你们所提的目标 你们具体推动 落实执行的机制是什么 例如说 你们要不要提升市政府住宅单位的层级 你们要学日本韩国成立一个住宅法人 真正来推动 兴建跟管理 以及推动社会住宅永续的裁员机制在哪里 这是第二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 社会住宅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都是先用先以经济跟社会弱势的群体 为首要的照顾对象 可是目前我们中央的住宅法 到目前台北市的经验 反而只留给10%留给弱势 然后如果大家知道说台北市 依据掉台北市需要社会住宅 弱势住宅大概有3万户 所以说两位如果当选之后 你们未来推动社会住宅 同不同意要提高给 提供给弱势的比例要提高 往10%往上提高 谢谢 好的 我们先请姚文志先生所答 请掌握三分钟时间 好 非常谢谢这个问题 其实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要推动一个空间改造 它是一个社区营造所推动的内需成长 这是一个都市翻转 非常重要的机制 它会落实在几个层面 第一个我过去一直提的 我们的松山机场宪建区 这些经由政府扮演实施者 杜绝建商炒作 然后来做一个社区总体营造的 这样的一个都更方式 那它是第一种模式 第二种现在建商不爱的 在柱山的土地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八 那这些九万栋的四五层楼的公寓 政府应该积极介入 来产生一个公益型的公办都更 那这些钱从哪里来 这些由政府的都更基金 跟银行的融资 然后慢慢的逐步的 一个社区接一个社区的来推动 刚刚的问题说具体的目标 大概是要说多少户 台北市弱势者的需求是三万户 但是这个总体的需求 应该十来万户 那马英九要花十多年 才告诉我们说 可能只有三四万户 当然是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社会住宅的推动的量 坦白说我在这里没有办法 具体的答复 它必须要透过几个方式来实践 第一个方式 市府的或者是国有的 现在低利用的公有地 我们先完全保留为立地 但是来规划哪些区域 符合它的社会发展 或者是产业的需求 它让年轻人跟弱势者 可以规划为社会住宅 这是由政府直接新办社会住宅 第二种就是我刚刚所提的 我们应该在县建区 给予部分的补偿性的容积 还有刚刚所说的老旧住宅 给予公益型的容积补偿 在透过那样的政府参与的过程里面 去全力变换去抽取社会住宅 也就是说本来我们如果是五层楼 未来可以盖到18层或20层 中间差不多12层到16层 这些由政府抽取作为社会住宅 那这样的社会住宅 避免灵弊的效果 那同时它是跟社区融合在一起 那管理上刚刚有提到 说住宅法人 我是主张成立住宅与杜庚局 我认为台湾为了要通过住宅法人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那在议会比较能够接受 可以直接监督的 这由住宅与杜庚局 我们扩大人力 让专业的人才跟资源 还有都更基金 来投入台北市 现在迫切需要的都市改造 同时透过都市改造 来实现居住正义 也就是现在问题所在的社会住宅 我们让它一区接一区的 谢谢 继续我们也请柯文哲先生 掌握三分钟所答 请 高房租高房价 的确是目前明月所在 其实影响来看 一个年轻人不要说 他买不起房子 就算他买的 一辈子也是变成乌奴 我最近有一次去西门町 去城市小旅行 有一个年轻的创业者跟我讲说 他开了个小店 后来赚钱以后 房东就要提高他的房租 他就觉得很为难 他到底是要把店关掉 还是要搬到其他地方去 我后来发现 高房租比高房价杀伤力更大 因为他根本就扼杀了 整个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 高房租高房价 是应该要处理 只是说我们很诚实的讲 能够控制房价的工具 包括利率的 或是货币政策 主要还是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就一个台北市长 能够参与的不多 但是我还是可以表达我的看法 对高房价 就好像一个外科医师来看 他一个肿瘤很大的时候 你不会拿出剪刀力 去跟他剪 你会先给他垫了 化了 让他小一点 然后才去给他剪掉 事实上 我对房价的概念是 应该是压着 不要让他再涨 然后让国民所的慢慢提升 让他追过去 事实上 房价乱打的话 2008年那个次贷风暴 是有可能的 不过是这样 作为一个台北市长 还是要说说 他到底要怎么处理 台北市的高房价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这样 目标应该是建 5万户 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 为什么选5万户 因为大概台北市 270万人口 有100万户 按照学术上的研究 至少要5% 才能够达到市场价格 破坏的效果 所以应该至少要5万户 那具体做法应该是这样 如果让台北市长 第一步 上任先清查所有公有地 包括室友的公有地 还有其他政府机关 第一利用度的公有地 先把这些清理出来 才一个整体规划 第二步 设立一个行政法人的机构 来办理 这些只租不卖 公共住宅的兴建跟管理 实际上钱的来源是这样 我知道台北市政府 有60亿的住宅基金 如果这些公有地 不用钱的话 那我们再跟银行 地利贷款 再加上租金的收入 还有政策上的补贴 应该有足够的钱 来进行这个计划 至于说 这些住宅要怎么使用 我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一开始就设定 是最穷人来用 通常都会变成 贫民库 所以变成旁边反对 所以重点不是在 要给最弱势的人用 而是你要足够的数量 如果我的想法是这样 有五万户 然后规定说 在所得50%的以下 都可以来申请 然后我们在比较短 比较积极的建 在几年内 可以增加到五万户的话 事实上这些 所谓公共住宅的设立 也不会引起 旁边居民的反抗 不过是这样 所有这些 还是要有心跟 有决心去执行 有一个业者跟我说 目前台北市政府 一个都更案送出去 从送进去 到告诉你有过没过 要七年半 坦白讲我派这乌龟去送公文 都比这个快 所以还有很重要的是 重点不在政策 还要决心去把它做好 好时间到 谢谢柯文哲先生 那么公民提问 已经完成了三个 因为是两位参选人 轮流作答 所以其实真的 时间非常紧迫 让两位其实 可能会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们现在稍是休息 然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后续的流程 稍会来 欢迎再回到2014台北市长 在野整合政见会的节目现场 我是胡婉玲 那么刚刚已经进行了 三个公民提问 接下来进行第四个 我们邀请到是 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学会 洪德仁常务理事 由您来提问 请 是 主持人 还有我们两位参选人 大家好 我们知道 台北市都市丛林 高楼大厦 还有豪宅 把我们城市切割 变成很难互动的小王国 也造成我们市民 彼此之间的冷漠和生疏 我认为 要改变这样的状况 可以从生活的议题 做一个着手 那我看到两个 我认为值得关心的一个议题 其中之一是 台湾面临快速的高龄化 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 郑武虽然提供了某一些 救济性 补助型的一些支持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不够的 如何让我们的长辈 能够积极的在社区的一个共同参与之下 参与终身学习 乃至于一些积极性的社会服务 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营造台北市 变成是让我们长辈 可以安心 在地安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地方 那请问两位 能不能在这个方面 给我们某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宣誓 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两位都是积极的反对核电 主张这个所谓的灰核家园 在历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动 永续发展的一个情形之下 两位能不能在未来主政以后 提出具体的一些作为 以上报告 好 谢谢洪先生 按照顺序呢 要由柯文哲先生来回答 请 今年三月 统计数字显示 台北市大于65岁的人口是36万7千 已经13.6% 所以到年底应该接近14% 老人问题在台北市的确是一个问题 目前也没有什么好方法 都是用外劳或安养院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提示的概念是这样 应该在地养老 用社区营造方式来建立一个社区养老系统 基辛吉写过一本书叫 核子武器外交政策 他说美国有核子武器 可是为什么在越南战败 因为不能用核子弹去对付游击队 也就是说要对等战争的概念 就是分层次来处理 在一个社区当中 如果老人身体还好 其实他只要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甚至我们有一个事工或社会企业 来让这些老人有一个地方去 如果情况再差一点 我们有这种日间的拖劳所 那包括互设老人餐厅 那如果他情况再差一点 比方说失智 也许需要更多的照顾 那就需要日间照顾系统 那对一些独居老人 或是他行动上有困难 我们要到宅服务 那至于说身体状况更差的 更bad reading 就是需要卧床的 那也许需要机构服务 那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医院照顾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幻想 用一套方法可以解决所有老人问题 要分层次 那在这种分层次的状态下 台北市政府可以做的是什么 一我们要一个 闲置空间的妥善利用 然后结合社区营造 社会企业 志工银行 最重要 对那些到生命末期几年 很容易进出医院 要进行医疗的个案管理 我在台大医院的 过去这几年 就是在负责这个业务 所以非常清楚 将来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就是会对于这些 很容易生病 常常进出医院 要建立一个个案管理的系统 所以老人的问题 不要幻想 用一套方式可以全部解决 他必须要分层次 然后去用社区整合方式来解决 至于刚才在说 反核式 反核式不是问题 重点是如何在台北市 给他落实执行 我想是这样 地方政府可以做的 还是开源节流 虽然台北市不是太阳能 很容易发展的地方 不是最好的地方 但是还是可以做 所以太阳能的发展 应该要使用 第二点 节流 如果是当台北市长 我会用这种 透水性的道路 来减少这种 温度的提高 其实我出来发现 台北科技大学 那个就是典型的绿建筑 那种地方可以让 温度比较低 减少冷气的使用 另外绿建筑跟智慧建筑的使用 也就是绿建筑 如何遮阳 通风 节能 还有智慧型建筑 包括LED灯的使用 让能源的使用减少 因此台北市政府 可以做的是 开源 鼓励太阳能的使用 二 节流 透过这种 生态建筑 绿建筑 智慧建筑 来让这个城市 对电力的损耗少一点 能够节省电力的损耗 那我们停止核四就更有理由 好 时间刚刚好 继续由姚文志先生作答 好 谢谢 其实停止核四 已经不需要这些理由 那停止核四 一个核废料没有办法处理 台湾面临的 这个几大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 面临的世界最危险的 两个核电厂 还有核四 我们当然要完全来主确 这样的核能发电 继续在台北 我主张要推动一个非核城市 那非核城市跟非核家园 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认为未来 应该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继续要推动这个电业法的修改 让电力不是只有台电一家垄断 它才可能打开 各种再生能源的替代空间 那台北市 如果这个可以打开的话 台北市未来应该设立一个再生能源公司 各种能源的可能性 不是只有太阳能 潮汐风力 或者是台北市 在阳明山区恐怕有的地热 这些都经过专家的研究 我们未来来推动台北市 它能够共同来负担 这个电力热能的推动 那这样的一个方向底下 当然我前面有讲到 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营造 我说空间驱动的 这一个整个社区的改造里面 我希望未来这个社区 崭新的都更过后的社区 它就是一个智慧的绿建筑 透过智慧绿建筑的推动 我们有智慧电表 那来产生这个节能的效应 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区 它当然也可以来进行 这个托育跟托老 高龄化的问题 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老年人 他们互动参与 实践他们梦想的机会 其实我们这几年看到了 这不老骑士 或者是老年的拉拉队 它带给我们觉得说 这个高龄的生机 其实盎然无限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年纪虽然大 他们的梦想还有 我们应该要创造那样的机制 当然刚刚柯医师所说的 这个社区的照顾 不管是日间的托老 临时的托老 或者是社区型的 能够政府介入 让民营 让他能够在地 更能够离家 更近的照顾 这些当然我们都支持 但是恐怕一个比较机构型的 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市 12个分区里面 都有一个机构型的 这个照顾中心 变成是这个高龄者 他们可以来参与 不管是学习 参加老人社区大学 或者是参与活动 或者一起来构筑 他们的置业跟梦想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都是一个 可以推动的方向 谢谢姚文智先生 好的 那么进入第五个公民提问 我们要请到 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言人 王熙先生来提问 主持人好 两位参选很好 我们公民1985行动联盟 最关心的是公平正义的问题 我们同时也认为 一个市长 他应该具备的能力 是如何从广大的民意当中 判断出什么是人民真正的需求 以及如何就这些需求 去定出一个优先顺序 以及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的规划能力 我们相信两位说明 说服广大公民 你如何说服说你拥有这样子的 总体规划能力 我们以举例来说 以近日爆发了桃园合宜住宅币案来说 赵腾雄产成说 有官商贪污行贿的这个潜规则 而台北市之前也爆发过 太极双新 梅合式的币案 可见说这样子的潜规则 也许就存在市长两位市长可能即将入主的这个实证团队当中 但过去政府首长例如总统马英九 他面对这样的弊案 他只会去强调个人的清点 但是他往往都用不知情 都是部署的错 都是累的错 这些推卸责任的 理由来带过 无视人民希望彻底解决贪污潜规则的真正需求 想请教两位的是 如何说服广大公民 你有能力 还有具体的方法 可以订定怎么样的程序 来彻底解决这样的贪污潜规则的问题 你要如何确保 建立一个正义连人的政府 不会只是一句口号 甚至如果你的团队 也一样发生这样的问题 你会勇于承担 解决问题 而不是推卸责任 切割部署 好的 真的的问题 我们请姚文智先生先回答 事实上我从事公职很多年 我在高雄市政府任内 参与很多的都市改造 那时候我三十几岁 我们马上一进市政府 马上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过去国民党所留下来的 那些漏洗 那些潜规则 我们常常一见 其实不要花太多钱的一个设计案 或者是一个工程案 不断的经过设计 绑材料 不断的绑标 那透过很多不同的关系 来希望在这里上下起手 这就是过去的这个结构 今天 这个赵腾雄这件事情 合一住宅所衍生的弊案 就是里面它有庞大的利益 它才能够那样的潜规则 在那里这个顺行 我过去在初从政的时候碰到那些 坦白说也是鼻青脸肿 为什么 因为要去参加一顿饭局 都要非常小心 过去如果没有经验 不小心 因为朋友找了 去吃了一顿饭 都可能衍生 后面很多的这个误解 跟流鼻 所以因为有那样的经验 其实我非常清楚 要改变这些潜规则 要杜绝官商的勾结 未来台北市 比如说我们在推动 这个公办都更 我刚刚一直不断在强调 政府要积极介入来做 要排除什么 要排政府来主导的公办都更呢 其实建商是要被排除的 政府接受廉政单位 或司法单位 或议会的监督 但是好好地把 这个相关的土地 或者是改建案 社区的需求 公共的这个需求 通通表现出来 然后设计好了 才由建商 他去发营造标 他是低标来抢标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透过制度 像合一住宅这样的 建商有暴力 可以送大红包 这样的制度马上就杜绝 我觉得从制度上 去调整 然后行政首长 要能够率领这样的一个领导的风气 上行下效 如果在上位者非常清廉 也了解所有的弊端所在 不管你的用人 或者你推动的制度 或者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克服 台北市政府过去 马英九 郝龙斌 马英九有美和事 郝龙斌有太极双星 未来可能还有大巨蛋 那这些都是主政者 他要回避责任 他任由下属 其实到底是不是任由下属 我们都不清楚 未来希望司法单位 能够彻底的调查 他任由那样的一个机制 让这些潜规则 让这些政商的勾结 形成一个非常紊乱的温床 在那里滋生 未来我一定想办法 来杜绝这样的一个温床 好 时间到 那么轮到柯文哲先生做答 请 简单的讲 反贪腐需要阳光法案 就分两个方面来讲 制度跟文化 如果当台北市长 公开透明 本来就是有一贯的市政愿景 你想想看 如果所有的市政会议记录 所有的预算 在送议会之前有外审 就是上网给专家跟老百姓都可以去看 甚至政府结算以后 每一笔费用的项目 全部给他上网公告 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 相当程度就会恶阻 这种贪污的企图 所以公开透明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是针对一级主管的管理 如果来当台北市长 要当我的一级主管 你自己的财产 跟你的侄系 父母跟子女的财产全部要公开 有人在讲 监察院也有这种财产公开 为什么没有效 因为他们用污贼战术 我查过目前监察院 公务员需要财产申报的 超过十万人 所以在一大片当中就抓不到 我的方法很简单 提纲切定 先处理一级主管 所以一级主管 每年的财政公告以后 我们会看每年的财产 如果有财产来源不明 你必须说明 正通处会叫你说明 再来是 形成记录 台北市政府一级主管 他们的schedule 都有固定的格式 要记录 如果你会写说 哪一个议员 带某一个财团来拜访我 事实上这也是保护你自己 所以以一种公开透明 提纲切定的方式 在这种程度上 就可以相当程度的 恶主 贪腐的发生 另外我要讲的是文化 什么叫文化 君子是得风 小人是得草 草上是风 风行草原 这就在讲什么 其实行政长官还是负最大责任 我自己在台大当主管当很久 我的单位 你们可以去请那些药商去问问看 我的单位有问题吗 当老板如果自己生活简单 底下其实都会看 你自己当老板都不会去参加无畏的应酬 生活很简单 你生活简单就不需要污那么多钱 所以 我为什么在这次选举要用很节约的方式去打 我一直知道 我发现说 我们目前台湾政治会恶性巡软 问题就是选举费用太高了 你选举用这么多钱 钱谁给你的 还是这些建商捐的 那你当选之后 你有办法凶人家吗 不可能的 所以从制度面来做 从文化上面来做 其实 长官自己还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自己行的正 能够坚持一个理想 其实贪污还可以降到最低 不过当然是这样 制度我还是会很坚持 公开透明 管理一级主管 形成公开 透过这些方式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的 这些贪污弊端 应该会几乎绝技了 我自己也会做最好的模范 因为事实上我过去就是这样 将来还是会这样 OK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柯文哲先生 好的 那么公民提问到这里 已经全数进行完毕 稍后呢 我们要进入更紧凑 更刺激的参选人交叉 欢迎再回到2014台北市长 再也整合证件会 理论上呢 参选人彼此之间是对手 最能够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那么对对手的优缺点 应该最能够掌握 也因此最能够掌握到 最具火力的攻击式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入参选人 交互结问的阶段了 那在这个阶段的参选人 互相提问呢 提问人有两分钟时间 回答者有三分钟时间 回答完之后呢 提问人可以选择继续在追问 邀请对方作答 再一次作答 那么在第二轮这个阶段的时候 提问人跟回答的人 都有三分钟的时间 那么 但同样的我们时间开始 倒数计时不另行 这个通知啊 所以呢 以下正互相各 攻打一轮 首先按照次序呢 我们就请柯文哲先生 您先来提问 先掌握第一轮两分钟 好 1994年台北市的选举 是台湾在政治上第一次出现意识形态的对立 不过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分裂造成陈水扁侥幸获胜 1998年当阿扁耀寻求连任的时候 即使有75%的民众满意度还是落选 其后台湾整个政治就落入蓝绿对抗混乱的局面 在其间施明德曾提出和解大咖啡 纯水扁当总统的时候也办过扁送会 谢长廷主席也提出了和解共申 小英在2012年选总统的时候也提出了大联合政府 可是 所有这些都失败了 因为 这是一个贴标签的时代 只要是蓝营讲的蓝营不相信 蓝营讲的蓝营不相信 我为什么会提出在野大联盟 因为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暂时摆下意识形态 让台湾有一个重新开机的机会 我检视东亚的局势 日本的东京大阪南韩的首尔 都去在野大联盟的方式获胜 几个在野党联合推荐一个候选人去打败执政党 我们来看看台北最近的局势 事实上从去年12月开始 所有的民调都显示 在野大联盟的柯文哲是可以赢过连胜文 虽然在统计范园之内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小赢 因此考虑台湾的过去的历史 东亚的局势还有台北的现况 在野大联盟仍然是一个最有可能获胜的局势 我要问姚友言的题目是这样 在施明德的大和解咖啡 陈水扁的扁送会 谢长廷的和解共申 以及蔡英文的大联合政府之后 你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蓝绿恶斗的问题 对于在野大联盟 可以终结权贵阶级在台北对市政的垄断 这不是一个新的方法吗 谢谢 好 姚文芷先生三分钟 好 其实在野大联盟 也就是我们现在 那我所主张的在野大团结 现在我们现在就在进行 这样的一个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的辩证跟对话 然后民调来决定 在野的整合 这是我支持的 所以我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回避 但是我们过去看刚刚所提到的 从94年98年 这些所有的经验 其实都不见得可以来说明 这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 因为过去 这些口号的提出 都是一个呼吁性 都是一个记者会 他其实没有去迎接整个社会的能量 我必须这个跟柯医师坦诚 本来我也觉得你这个观点 事实上的确是能够比较能够胜选 但是台北市的发展 经过一年来 经过一年来的变化 我们有太阳花学运 我们的公民运动崛起 后来发生了 这个国民党选出的候选人 是权贵的三代 是连胜文先生 因为这个连胜文先生的出现 整个社会的气候 已经改变了 这个改变 不是一个蓝绿的分野 不是用蓝绿一刀切 来看待整个社会的情势 而是一个 一个在金字塔顶端 百分之零点一的家族 他庞大的家产 他准备要控制 这样的一个力量 一方面 作为他面对中国 所有的利益的门神 一方面他继续 在透过这样的一个 裙带资本主义 来掠夺 整个台湾的资源 我们现在应该联合起来 对抗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代表 正是连胜文先生 也就是说 过去我们在讨论 蓝跟绿的分野 现在已经改变 再加上这几天 赵滕雄的推波助蓝 其实我已经感觉到 或许柯医师 民调领先 但是我也逐步赶上来 其实我们两个 都有机会赢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机会 或许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把过去台北政治上空 这种意识形态的幽灵 我们一步把它赶走 民进党过去曾经创造台北市 陈水扁 我们总统他做的如何 我们不论 市长他做的有八成的支持度 正是一个那样意识形态的幽灵 让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最有能力 把台北市带向最高 最高境界的这样的一个市长 现在我们机会来了 柯医师跟姚文志 其实都有机会打败连胜文 如果都有机会打败连胜文 何不必其功于一役 把我们的这个过去 我们陈水扁先生没有办法完成的 谢谢时间到 那么请教柯文哲先生是否愿意再进行追问 事实上民主政治的价值在多元意见的呈现 台湾政治在过去30年当中 蓝绿两极的恶斗阻碍了国家的进步 事实上大家都互相贴标签 不过是这样 当这些政客玩得很高兴的时候 事实上台湾人民真的很累 我当一个医生在台大医院工作了30年 我常常在30秒内必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因为在CPR的时候 我必须决定到底我是要装叶克膜 还是放弃 当我在30秒内必须做决定的时候 我就会慢慢发现一个问题 我凭的是什么 我有我的理智 我的过去的经验 所以 再加上我这半年当中 在整个跟拜访整个很多人 我慢慢有一个想法 其实政治没有那么困难 找回良心而已 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只是在我们这个国家 对的事情没有办法做 而错的事情一直在做 也因为从当一个医生的出发 在看台湾今天的政治形势 我也慢慢在想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回到最初中 就是说 其实我当一个医生在CPR的时候 难道我想到蓝绿吗 没有 我想到他是蓝绿老幼 也没有 我是一个很 回归到一个很 很根本的问题 他就是一个人 他需要救治疗 也因为这种个性 所以 当邵小人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也去帮忙 连世纹需要急救的时候 我也去急救 阿扁有病的时候 我也要去看 我常在想 我们在整个台湾的政治 是不是能到回到一个 把人当作一个很中心的本质来看待 而是抛弃的这些 暂时抛去蓝绿 让台湾受一个重新开机的机会 当然 在主权在民 台湾优先这个概念上 我是比较接近民进党的 我想也是因为这样 我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跟民进党谈整合的问题 不过是这样 将来台湾还是一个程度上 要走向更开放的态度 所以政党在一个程度下 应该暂时放下这些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台大的医生 其实走入政坛是人生的意外 只是说当有一天命运 把一个任务交到你所做 你要是要很认真的去做 希望把它做得更好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才慢慢思考说 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人性 回归到老百姓最关心的东西 我因为在以基层的互动 我的政治训练是来自于 以基层老百姓的互动 并不是来自政党政治的训练 也因为这样 我更相信 我们应该回到初衷 回到人的本性 在野大联盟 它是一个整合政党 在整合公民团体 最有团结全部的市民 让在野大联盟 变成执政大联盟 我要问姚文智先生是 难道你不愿意支持这种理念吗 好 我们请姚文智先生 我刚刚前面已经提过了 在野的整合本来就是一个方向 但在野的整合并不见得要排斥掉 这个政党的存在 事实上 事实上政党所所代表的 正是过去不断从基层 汇聚民意 提出主张 我们有信奉的原则 标杆理想跟梦想 我参与政治 为什么会加入民进党 我在年轻的时候 参与这个学生育运动 我在郑南荣出病的时候 我走在街头 我也看到了张义华 就在我的面前 燃烧他自己的生命 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政党的形成 正是一个台湾的所有的民意 追求公益 追求理想 追求本土的价值 这样的一个实现 怎么会政党到现在 在这个节骨眼上 被认为要弃之如必喜 在野的整合 如果回避掉 这个政党的支持 坦白讲 如泡沫一般 现在我们 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整合 就是这个政党 开放他的气度跟胸襟 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意见来加入 我想柯医师 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理想 我们才一起 站在这个台上 问题是 刚刚回到 刚刚那样的问题 你说东亚很多国家 像日本 大家知道日本 虽然有五党籍当选 东京市长 有多少人参选吗 总共有14个人 因为14个人的分化 五党籍有机会 台湾的政治环境 不见得一样 是不是能够 跟东京一样的例子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 清楚的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面对的 面对的是一个权贵的子弟 我们刚刚 我刚刚举出了 他甚至还有相当的企业 未来都可能 变成这个未来台北发展的障碍 我们如果不齐心协力 来把它扫除 然后一直告诉大家说 你们都是蓝绿恶斗 你们这个民进党 过去你没有办法 来胜选的话 坦白说 未来民进党的支持者 也非常的气馁 社会的动能 也会因此消失 我认为 我认为 过去民进党 曾经创下 在台北市最高的支持率 陈水扁先生 在高雄 谢长廷的执政 到现在 整个南台湾的执政 都在全国 都在第一第二名 民进党有相当的经验 可以来带领这个城市 来进行改变 我们为什么要舍尽求援 我们为什么不能抛开 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包袱 我们要选择一个无党级的 其实正好是在回避 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野的整合 应该把所有的政党包袱 都抛弃掉 我们来选择一个最有能力 最能够创造未来都市梦想的候选人 不是 好 姚文志先生完成作答 不过接下来 要由您主导提问 时间两分钟 请开始 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 柯医师是政治素人 他在整个一年多 大家看他 也是快人快语 他提出了很多看法 有些东西我们也非常支持 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更开放 我们参与式的预算 或者是 民众所关切的这些小问题 其实我们都觉得说 可以大家共同来合作 未来变成是一个改造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标杆 我觉得都非常好 这样的一个理念方向 那问题是 相当的经验 还有过去对整个市政的深入 有没有办法能够很快的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刚刚柯医师有提到 他说 过去说 郝龙斌说淡水河要变成曼哈顿 那他认为 他很不以为然 他认为说了 没有办法做到 其实说了等于白说 我倒想再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 您对淡水河 整治以及未来发展的看法如何 整个水岸 我们到底要如何的规划 才能够发挥这个淡水河 作为一个台北市的母亲之河 来形塑整个都市的这个气氛 以及创造我们整个城市市民生活更大的价值 这些东西 这些目标 淡水河 你的想象是如何 未来你要进行什么样的工程 你能不能给大家有所承诺 还是说你认为 既然过去的承诺都不算数 所以我也不必承诺 请教柯医师 也请您来告诉我们一个方向 好 首先我来说明一下 传统在我们中国上 在这种中国人的社会 对政治首长的概念 是不对的 事实上在自治通鉴里面 有一次 汉文帝问宰相陈平说 我们一年有多少牢语 一年有多少税收 这个问到左丞相的时候 周博不敢 周雅思不敢回答 问陈平的时候 陈平说 牢语的问题问那个管刑狱的 那个税收问那个管前粮的 那皇帝就问他 那你当宰相是干什么的 他说当宰相上辅佐天职 下集合众臣 也就是说事实上 当老板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他要找到对的人摆在对的位置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然后事后再去考核 因此 其实是这样 这种很细节的东西 其实不应该去问市长 其实市长最重要是价值 文化 风气 事实上更重要是 我们要找到适当的人 来处理这些问题 不过是这样 淡水和曼哈顿 这个计划 为什么搞得乌烟瘴气 一个很大的理由 因为台北市跟台北县 就是以前当朱立伦跟郝龙斌 单单一个华龙座 谁要坐在前面 都会吵架摆不平 所以还要两个人 只要坐在一个平面 我想是这样 事实上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淡水有整治失败 因为连合作都有困难 所以每次讲 比知识更重要是态度 什么叫态度 你到底想不想跟人家合作 所以天下自大 会一人所能独自 有很多东西 并不是一个首长 我什么都懂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 那是不切实际的期望 还是那句话 当老板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找对的人 摆在对的位置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然后事后再去给他考核 老板最重要是价值的提出 文化的坚持 一种思想文化的建立 不过是这样 台北本来就是应该要有清水城市 我也知道淡水河 从基隆河淡水河 这些都应该要 要把提防拿掉 有这种什么生态公华 让老百姓可以看到河 有这种水是可以清的 但是我要很清楚的指出来 台北市的下水到污水接管率算很高 但是只要新北市不合作 还是不会 淡水还是不会清的 甚至如果淡水的污水继续排放 它还是不会清的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还是那句话 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态度 态度说到底我们想不想去问人家 我们想不想去跟人家合作 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也是我现在要表达的意见 谢谢 好谢谢 那么请问姚文志先生是否愿意再追问 不一定追问 不过我还是没有办法很理解 也就是说 其实刚刚我们公民提问的时候 比如说在问高龄化的时候 如果你也回答说 这不是知识 这应该是态度 还有刚刚我们应该要风行草演 好像也可以 那事实上我看了很多科医师过去着主张的 包括像公寓社会 文化城市 开放 采与市预算 这些价值我们都支持 但是如果 如果把它摆在高雄市 是不是也一样 摆在台南市 台南市有一条运河 好像也一样 首长当然不必要 所有的问题都很深入 都很了解 但是我现在所请问的是 台北市的母亲之河 每一任的市长 他其实都要有一个看法 都要有一个态度 一个目标 甚至描绘一个愿景 让大家了解 我其实非常担心 从我们所有的讨论里面 有些我看到了具体的 但是都是比较细微的 我们到底都市发展的方向 怎么样来承接这个都市 继续继续转动 时代的巨人在走 现在这个市长 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台北市已经让马英九 好龙斌衰败了16年了 这个淡水河黄金曼哈顿 早就证明是一个谎话 而我们的母亲之河 对我们来说还是遥遥无奇 我也没有办法从柯医师 这个嘴上听到任何的期待 我认为未来的市长 他非常重要的 台北市的都市翻转 要基于都市的基本精神 而这个都市是由淡水河发展起来的 我们的河岸的治理 我们的水岸空间 要怎么样来活化 刚刚柯医师所提到的 堤防不是把它打掉 现在的特殊气候 堤防我们还是要保留 但是有没有比较好的设计的工法 让它破体 让人民可以亲近河岸 让淡水河污染可以解决 让加速 我们也拜托新北市加快 然后让淡水河的污染减轻 然后输浸能够完成 蓝色公路能够实现 大家知不知道 在日本时代淡水河 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命脉 甚至还有水上飞机场 我一直非常向往 台北市做一个水岸城市 政府能够规划梦想 能够付出实践 未来如果我当市长 我三年内 让淡水河输郡 让整个水岸 重新改变 台北市要从水来看这个城市 台北市要变成一个水岸的城市 这不是细节 这是一个 作为一个首长 对都市的期待跟梦想 好 我们请柯文哲先生 三分钟时间 事实上 在我的竞权口号里面 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 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 这是一场以文化为主体的社会运动 事实上是这样 台湾在整个世界的生态上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 不仅在生态上丰富 因为事实上从海岸 到3000公尺的高山 在20公里内就可以达到 台北市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 不仅是只有淡水河 事实上还有阳明山 所以应该是这样 第一台北是一个生态城市 多元生态的城市 第二台北是一个历史上多元的文化城市 因为在350年的历史当中 我们经过了荷兰西班牙的殖民 还有郑成功 清朝日本到国民党政府的一连串的这种统治 台湾不仅是 不只是在台湾 整个台北当然是台湾的缩影 它是一个多元生态的城市 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所以对于淡水河的想像空间是这样 其实台北市不只是淡水河 还有阳明山 台北市是一个山跟水混合的城市 不过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提出愿景 其实很多想像不仅是我来想像 有两个考量 第一个居民的想像 老百姓的想像 另外一个是实际上到底可行不可行 也就是回归到科学的问题 比方说基隆河 我也想过说把那个堤防拆掉不是很好吗 事实上关于我也非常清楚 在原山子分红到苏俊以后 事实上整个基隆河堤防 倒立需要不需要那么高 是不是可以拆掉 是不是改用生态工法 让堤防降低 然后变得比较平缓 可是老实坦白讲 这些问题并不是市长马上有办法回答 因为这在牵涉到太多的专业问题 我会懂这些是因为 老实跟你讲 因为当时我问过李登辉总统 他跟我说那个要算那个百年防洪 他说他们频率到底多少 他才能决定到底基隆河两岸的这个题目要不要拆 主要回答是这样 做一个市长 他是代表人民来执行一个任务 他是人民喜欢的做给他 人民其实不喜欢的把它拿掉 當然我也說到台北是一個山跟水都非常豐富的城市 但是這些核四要怎麼整俊 除了我自己的想法以外 我也必須傾聽人民的意見 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科學的數據 我一直很不喜歡我們台灣這個社會 常常就嘴巴隨便講一講 我在當外科醫生的時候 我們常常講一個笑話 就是說不要手術成功,病人死掉 或是說我們當一個外科 不要變成口腔外科 就是說慶財公公,病人死掉了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傾聽人民的意見 然後要尊重專家的意見 那如果人民喜歡這樣 在科學的實務上是可行 那我也會遵守 那這是我對市政的一個想像 跟想像的態度 謝謝 好,謝謝柯文哲先生 那麼這參選人彼此的交叉結問 進行到這裡全數完畢 稍後呢我們再回到節目現場進行結論 這一場證監會呢 進入了最後的結論階段 兩位參選呢 舉凡是想要再次強調的理念 或者是有意猶未盡的部分呢 都可以透過結論的部分來再次表達 在這個階段呢 每位有五分鐘的時間 那麼按照我們先聲論 後結論的這個規則呢 接下來 接下來將由這姚文哲先生先結論 請掌握五分鐘 請 好,謝謝 柯醫師 現在是我們最後的結論了 我們的辯論 今天這一場之後 或許不會再有機會 我非常的高興 我們能夠創造這樣的一個 在野整合的機會 其實我也願意接這個機會 來告訴大家 民進黨代表本土 進步的力量 要負起責任 要接下時代的重任 我是雜貨店之子 我的父親開雜貨店 我的太太 她們家裡是白色恐怖 槍殺兩個人 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庭 我小時候讀士東國小 曾經蔣介石出病的時候 我們必須跪在地上 像北韓一樣 我在野百合學運的時候 發表了第一個政治演說 我在大學參與社會運動 政治運動 鄭南榮出病的那一天 我一直記得 詹役化 就在離我十公尺 犧牲他的生命 因為這樣的運動 台灣開啟了民主的進程 我們開始展現了一個多元 豐富的生命力 這是我用生命 用我青春的歲月 一步一步去參與實踐 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選擇投入這個行業 它不是一個行業 它是馬克思韋伯所說的一個制業 我們希望在台灣 各個我們可以努力打拼的任何戰場 我們都全力以赴 去創造所有人民 大家共同追求的夢想跟價值 我曾經跟著謝長廷到高雄 我們一起創造了高雄夢 高雄在非常少的預算 在短短的期間 脱胎換骨 我負責愛河改造的執行長 我催生了世界最美的兩個捷運站 我規劃籌辦了世界運動會 這些東西都是我參與政治裡面 不斷的磨練 不斷的追求進步 不斷的訓練出來的 我說過我參與了都市的手術 這些經驗讓我回到台北來以後 我認為我可以升任這樣的工作 我可以知道我們都市未來發展的方向 張忠謀昨天說 政治的領導要做好兩件事 第一要找出一條路 第二要有人跟隨 我認為我可以找出台北的路 而這個台北的路 是過去民進黨很多的同志 尤其在台北 陳水扁先生 或許他當總統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他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創造了台北市 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 這個高度的滿意 是一個台北市真正實現快樂夢想的時代 我希望我可以追隨 陳水扁市長 謝長廷市長 陳定南先生在宜蘭 我追隨這樣的一個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這樣的一個夢想跟實踐 我期許我自己 對於台北的破壞 台北的每一個環節 包括我們的這個山系 水系 包括我們的都市的營造 我們都有夢想 我們都不斷的在努力 我們也召集更多的好朋友 像我在高雄一樣 我在路邊攤 我在咖啡館 我在工地旁邊 有很多人我們一起來創造 這樣的一個夢想跟機會 其實正在出現 未來我有機會 我也自許 我要擔任比陳水扁 擔任台北市長 更好的市長 如果我做不到 我可以下台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都市的領導者 他要有破壞夢想的能力 現在我們面對的情況 是我們我跟柯醫師都可能有機會 可以勝過連勝文 當我們都有機會的時候 現在我們要問 誰未來能夠做好台北市長 誰能夠開出一條路 帶領一群人來實踐都市的夢想 我認為我的出身 我的訓練 我所代表的政黨 過去的經驗 這個精緻的招牌 可以繼續插量 可以繼續在台北實現這樣的一個夢想 我說過 我的願景 是未來要能夠創造台北市 第二次的重建運動 這個都市運動 正是我們實踐夢想的機會 我希望未來 我們一起來完成這樣的夢 好 時間到了 那麼柯文哲先生 你同樣有五分鐘時間做結論 請 各位視頻朋友 台灣號稱有民主政治 實施投票也超過了60年 只有在台北市 我們連政黨輪替都沒有拿到 只剩下一個權貴輪替 權貴輪替的結果 官二代、官三代 繼續官商勾結 繼續貪污腐敗 美俄市案、太極雙行案、合宜住宅案 一個接一個的弊案一直發生 如果我們不改變 這些弊案會繼續發生下去 現在 藍綠對立還是相當嚴重 我們雖然有民主的形式 但是事實上整個國家跟社會是在空轉 我們自己反省 施視我們自己的意識形態 綁架了我們自己 造成今天這個局面 這場選舉 不應當只是投票而已 它必須改變台灣人的思想和文化 這幾年 公民運動風起雲湧 台灣社會也開始在思考 民主政治有沒有新的方向 事實上再也大聯盟 就是一個新的方向、新的方法 面對台灣民主政治上的困境 我們不應當放棄 事實上我們今天擁有的自由民主 是多少人犧牲才換來的 我們應當珍惜 只是說如何深化台灣的民主基礎 鞏固台灣的民主價值 這是我們必須去思考的 而且我也認為 這才是對抗中國威脅最重要的方法 因此 台北市應當勇於突破過去20年的困境 尋找政治上新的可能 我們應該有勇氣擺脫 權貴階級對政治的壟斷 還振於民 我們應當超越藍綠 結束國家繼續空轉的情形 尋找一個新的出路 重新開始 在大聯盟在半年前被認為是不可能 但是現在在這個舞台上 正在進行整合 我們也在跟公民團體對話 事實上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在現在聽起來或許覺得陌生 但是我確信 這是台灣政治未來的方向 我對台北市政的六大願景 公益城市 公益社會 文化城市 健康安全 關懷分享 社區營造 公開透明 所有這些願景是必須透過開放政府全民參與才能夠具體實現 只要台北市民與柯文哲共同努力 在在野大聯盟的概念之下 先整合所有政黨 再整合所有公民團體 最後團結所有市民 在野大聯盟是可能變成執政大聯盟的 我們可以實現主權在民的公民社會 來實現這六大願景 親愛的台北市民 我柯文哲相信 人應有夢想而偉大 台灣過去50年曾經有經濟奇蹟 也完成了寧靜的民主改革 我們目前所擁有的 我們應當珍惜 但是台灣在現在真的是病了 在政治上 民意的表達 無法為上面所知道 事實上政府根本是裝聾作啞 經濟上貧富全數越來越厲害 在社會上 年輕人對未來沒有期望 被迫走上街頭 台灣是真的病了 不管在政治、經濟、社會上都病了 需要我們全力去救治 我也知道 改變現狀相當困難 但是也因為它困難 所以才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合作 沒有你 我柯文哲一個人 也不可能完成這個歷史任務 事實上在這場選舉 台灣社會在做一個選擇 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跟歷史方向 到底台灣社會要選擇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價值 我們是要選擇一個人有理想 願意去幫助更多人做更多的事 還是選擇社會剝奪 成就他們家族的利益 台灣社會要決定一個歷史方向 我們是選擇冷漠放棄 讓這個社會繼續爛下去 還是我們選擇一個希望一個機會 爭取台灣一個更好的未來 台北市民 如果你選擇不放棄 如果你選擇我們要更好的未來 那麼讓我們一起努力 把台北市還給台北市民 讓我們一起創造 台北市成為一個偉大的城市 謝謝各位 好還有點時間 不過今天這個政見會的程序 已經順利全數完成 那也讓兩位出色的表現得以呈現 那麼到底是無黨籍的柯文哲先生 或者是民進黨的姚文智先生 能夠出現呢 這個答案可能在6月12號 經過民調的競賽之後 可能可以呈現 但不論如何在野陣營呢 都必須能夠團結 才可能有最後的勝利的機會 也因此進行到這裡 是不是請兩位步向前來 經過一番唇槍舌劍呢 展現一點君子風度來握手 謝謝謝謝 那麼今天的政見會就進行到這裡 非常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再會